欧南园地标建筑珍珠院私人公寓 通过数码技术在重新发展前进行保存记录的工作 凯德集团出动无人机和3D镭射扫描器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捕捉建筑的外部和内部结构 集团将收集的数据制成3D模型 并向市区重建局提交建筑平面设计图 作为公共存档用途 珍珠院公院去年由凯德集团收购 将重新开发成一个拥有774个住宅单位的大楼 工程预计2023年成功